大家好,我是李灿,你是不是有时候也在想,我是该学大陆的普通话呢?还是台湾的国语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析分析这两个的区别,然后帮助大家更好的进行选择。 其实话说回来,这更多是个人喜好的问题,比如说音音和美音,我个人就更偏好于音音。 但是作为大陆人呢,我肯定向大家推荐大陆的普通话。 其实在台湾叫国语,在大陆叫普通话,他们都是以北京英为基础制定的一套语言。 其实是一种人为制作的一种语言,因为它并不是哪个地区专门有人就这样说的, 而是人为制定的,然后通过学校推广出去。 但是因为所处的地方不一样,最后形成了两套系统。 但是呢,说台湾国语和说大陆普通话的人,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比如我和大家说一个事儿,就是福建省和台湾一海之隔。 但是他们两个地方,特别是福建下面一个市叫厦门市。 他在天秦的时候能看到台湾的金门岛。 厦门人他的说话方式就和台湾的特别特别像。 因为台湾以前很多人都是从福建移民过去的,特别是厦门那些地方。 所以他们用的方言是非常接近的。 他们虽然一个采用的是国语,一个是普通话。 但最后因为他们的方言大概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基于方言的发音方式,造成他们两地人说话特别特别像。 中国的方言其实特别特别多。 好多去过中国的朋友都知道,就算你学过中文会说普通话,但是你在和当地的老年人说话的时候,你还会感觉非常吃力。 因为他们几乎不说普通话。 还有就是因为方言众多呀。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自己方言的发音方式去发这个普通话。 所以普通话在中国的各地听来都是不一样的。 但最近我发现有一个趋势啊,就是小孩子们,他们的普通话都说得越来越标准。 全国各地都是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方言慢慢有消失的趋势。 你就像我老家龙泉,就浙江一个县城里头。 像我哥的两个女儿,他们从小就说的普通话。 然后在学校里,老师的普通话也越来越好。 所以学生们的普通话也越来越标准。 还有像我儿子,从小到大就不会说陕西话。 所以以后等他们这一代慢慢长起来之后,中国各地的普通话会慢慢的趋同。 听起来都会很像。 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的南方人普遍不发儿话音。 儿话音就是门、门、事情、事儿。 这是儿话音。儿话音说的最多的就是北京人。 但是呢,台湾羌会一直保持这个状态。 现在咱们就说一下这两个的区别所在。 首先是文字上,大陆用的是简体字,台湾用的是繁体字。 为什么要用简体字呢? 大家可能会好奇啊,其实在1949年解放的时候啊,中国有5亿人口,大概有4亿多的文盲。 文盲率有80%以上。 后来中国政府通过努力,在1964年将这个文盲率降低到52%,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这其中啊,就有拼音和简体字的功劳。 因为更简单,所以更好记忆。 台湾的书呢,它不只是繁体的,它从右往左,然后是竖排的。 而大陆的书呢,是从左往右,然后是横排的。 我觉得更方便大家阅读,然后和全世界各地的标准比较一致一些,更容易适应。 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大陆的普通话比较有优势。 第二点,发音方面,我是用普通话教学的,但其实在YouTube上用台湾国语教学的也不少啊。 比如说有个叫Great Mandarin Chinese,不过我发现它为了教学,有些音会刻意发的比较标准一些,比如说翘舌音。 因为通过我看很多台湾朋友的YouTube,我发现很多人翘舌音基本都是没有的。 台湾国语和大陆普通话的区别在读音上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有一些字的发音。 比如说垃圾、垃圾、河、汉、蜗牛、蜗牛等等。 第二个就是台湾国语里头没有翘舌音啊。 比如说诗、知、吃、日。 其实这也是中文学习者一个普遍的难点吧,翘舌音确实不好发。 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你们并不孤独,因为中国南方人普遍的都不会发翘舌音。 因为我们的方言里头并不存在翘舌音这么个音。 其实台湾国语兼具了中国南方口音的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没有翘舌音,第二个就是不会发后鼻音。 特别是有个后鼻音恩,台湾人都发成恩,比如说梦想,梦想。 其实浙江人也是这样发音的,中国梦,梦之蓝。 我们浙江人都是这样说的,但标准的发音是中国梦,梦之蓝。 第三个就是台湾国语它没有轻声,就比如说我们说的妈妈,爸爸,但台湾国语里头基本都是妈妈,爸爸。 其实中国南方人也是这样,妈妈,爸爸。 从小的话我也是这样说普通话的。 第四个就是没有儿话音,因为儿话音是中国北方人特有的,所有的南方人都是不说儿话音的。 所以台湾国语里头也没有儿话音。 儿话音说好听了很好听,会让整个句子显得轻松随意。 当说的不好听了,比如用太多了,会让你觉得有点油。 中国人说的油就是不正经,比如说油嘴滑舌的之类的,就是嘴巴上特能说,但实际干事不行。 第五个就是台湾国语里头它连音比较多。 大家学习别的外语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连音啊。 但中国不常见,但是在台湾国语里头挺常见的。 就比如几个比较常见的,这样子,这样子,我知道,我造,我喜欢,我宣。 大家听这个是不是整体比较平平的? 这就涉及第六点,就台湾国语的发音整体是平平的, 而普通话相对于很多一阳顿挫的感觉。 特别是北方人说普通话。 这个一阳顿挫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也提过, 这其实能增加语言的音乐性,更有节奏感, 所以更适合用来朗读啊,或读诗啊什么的, 会更有气势,更有气韵,会传达出更为饱满的感情来。 第七个,台湾国语啊,整体听起来会比较温柔一些, 所以它更适合小女生去用,我是这样觉得的。 台湾男生说话的时候感觉少了一些气势, 而女生说话嗲嗲的,撒个娇啊,会非常可爱。 其实就像中国大陆江南那一带人说话, 大概就是上海啊,苏州啊,杭州那一带啊, 那整个一圈啊,有个专门的词啊, 它是形容那个地方的人说话的,叫无浓软语,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话是很温柔的,温婉的, 感觉细声细语的,男人的话肯定说那种话也没什么气势, 所以如果你是男人,长相也像我这样比较糙一些, 那我建议你就学习大陆的普通话, 就感觉会更有气势一些, 其实我一直被人认为是男人北相,就是什么意思, 说我是一个南方人,但我长得更像一个北方人, 就整体面貌会粗犷一些, 就像我关注了一个YouTuber, 他的名字叫Robin McPherson, 他有一次用中文录了一段视频啊, 我就听了一下, 他学的是台湾国语的腔调, 然后感觉他瞬间就温柔了好多, 所以看你自己的选择, 你想让自己显得温柔一些, 文气一些, 你可以选择台湾国语, 但如果你希望自己显得更老爷们一些, 更有气势一些, 那么我建议学习大陆的普通话, 特别是带一定的北方腔的普通话, 而至于姑娘们, 主要看你们自己的选择, 你要觉得自己性情比较平和安静的, 其实你可以选择这个台湾的国语, 或者中国南方口音的普通话, 南方口音普通话就是没有知诗诗, 还有后鼻音嘛, 其实比较方便发音, 反正怎么选都无所谓, 最后还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嘛, 比如说你更希望通过YouTube来学习中文的话, 其实怎么说, 因为台湾的YouTuber他会很多, 然后因为台湾整体比较小嘛, 他们的口音相对会比较一致, 比较适合模仿和学习, 大陆的YouTuber其实也很多, 但是他们因为是来自中国的各个地方的, 所以南枪北调有时候飘忽忽不定, 你不知道应该学哪个, 不知道哪个是更标准一些, 但比如你更喜欢看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啊什么呢, 那你肯定要学大陆的普通话, 因为中国电视剧的产量每年还是挺多的, 又挺多适合学习模仿的地方, 之前我专门做了这么一期节目, 告诉大家如何通过看电视啊, 学习中文,才能真正学到东西, 但最关键还是看你学习中文的目的, 比如你纯粹只是爱好语言, 学一学, 那么都无所谓, 哪种口音都可以, 但是要和工作挂钩的话, 那我就推荐你学习大陆的普通话, 因为现在大陆整体经济发展强健, 会提供很多很多工作机会, 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给我点赞评论, 那么下次再见咯!